首先看到是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感染 桃园市出现了一对夫妻是双双确诊 目前总计匡列了31人 陆续完成了PCR的裁剪 全部都是阴性 那桃园市政府呢 也采取了一个高标准的匡列密集接触者 与新北市要跨县市来合作 防堵Delta病毒的疫情扩散 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案 继桃园市大溪区一名男子确诊后 他的妻子也传出确诊 两件确诊案共匡列了31人 主要是以家人和职场同事为主 大溪男子感染源是幼儿园家长 两人为职场的同事 是政府完成密集接触者的匡列 他是幼儿园的母亲的职场同事 那职场的地点是在新北市的板桥 那当时经过二产是阴性 那么再经过安排隔离裁检 那在本市裁检为9月11号裁检为PCR阳性 那我们同时也进行他的这个家人 跟他的足迹的匡列 13号晚间PCR裁检结果出炉 扣除一名居家检疫者等待裁检之外 30名匡列的接触者PCR裁检结果都是阴性 郑市长指出Therta病毒株具有较高的传染力 新北市和桃园市加强合作防堵疫情扩大 任何一个群聚感染事件 都不可能只有以单一线市为范围 只要有任何足迹或者接触的个案 那我们都要提高警觉 严格的标准来框点 那不漏接每一颗球 这样防疫的这个网才能够严密 针对新北市幼儿园群聚事件 台湾市加强幼儿园的防疫管理 要求个员分班授课不得混班 并且停止全员集合的活动 而针对职场中出现确诊者的公司 也会分层分级进行相关人员的匡列和裁检